这个我想问一下 因为接下来双方有才艺展示的 在第二个回合里面 张云雷有没有展示 有 唱一段莲花唠 王二姐私夫的片段 莲花唠是现在已经失传的 一种传统曲艺形式 最早就是打着板唱故事 有一个人唱的 有两人唱的 还有一大帮人唱的 后来莲花唠失传了 但是呢 平剧和二人传 吸收了部分莲花唠的旋律和形式 他唱的是原汁原味最老的莲花唠 好 待会给大伙唱那个是吧 崔先生有什么表演 山东快书吧 山东快书是吧 对 对 刚才您说了 您是京东快书两门报 是 好极了 来 我们掌声响起来 期待他们的精彩端演 多了个图书本省期 他本市敢买肉的 省来最爱破蜜语 还从来没有难度的 多难的蜜语都能破 人送外号 其大迷 多这一篇 有一位老哲来到肉部 问了声掌柜的可姓齐 这老七说 您问着了 我姓齐本是掌柜的 老先生找我有何事 请武林洛做拔话题 其掌柜 别客气 我是来卖一样东西 哎 您要飞的 要瘦的 要什么地方的挺顶的 保证价钱不能贵 让您满意还便宜 这个老哲说 我不要飞 不要瘦 不要骨头 不要肉 不要竹头和竹蹄 更不要下水和竹坯 千多千勺 无所谓 我今天又要这个东西 大老七温听 蒙一愣 心里说 这个老哲又来临 要埋的东西不知所 他绕着碗子打亚蜜 正所谓 善者不来 来者不善 他的这个蜜鱼肺才一 他不要飞 不要瘦 不要骨头 不要肉 不要竹头和竹蹄 更不要下水和竹蹄 哎 大老七心中一两 明白了 从柜台下 拿出了那个动机 那老者一见 正是此物 心中佩服大老七 西掌柜 这东西您要多少钱 大老七没犹豫 开口他爷把米踢 说一二三 三二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加八八加七 九个十个加十一 那老者一听明白了 这是一道数字迷 他从斗里讨出钱 审受递给大老七 大老七一输钱挣好 不由得行中暗成期 这么快算出这笔账 这个老者聊不得 观众朋友们猜猜看 这老者买的什么东西 大老七要了多少钱 采不着我才告诉你 看这吧 说一下 不要肥 不要瘦 不要骨头 不要肉 不要猪头和猪蹄 不要下日和猪皮 什么 耳朵 那是在猪头上啊 那还卖肉馅 不是肉馅 谁刚才说 谁说猪血来的 搞猪血 这位同学猜对了 给他掌声 还有一个 是123321 1234567 7加8 8加7 90个加11 一块多少 这大医生能算 谁说的 哎呀 年轻人脑子快 正好100 过去说100文 现在100分 这个1块钱 谢谢 谢谢 谢谢